下面我们再去试一下POST类型的请求 它可以去把数据发送给我们的后端服务接口 先打开我们的后端服务的接口 这里可以打开一个新的目录 就是桌面上的这个0号sandbox 在这个index.js里面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新的接口 app.post 地址是一个接线 request,response两个参数 再把表示请求的 request下面的body这个属性输出到空台上 回到微信小程序 在api这个页面的主逻辑里面 我们可以去改造一下 这个实践的处理方法 它里面用了wxrequest这个接口 模仁它的方法是get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method 去把请求用的那个http的方法 设置成post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请求里面就可以带一点数据 data数据可以把它放在一个data里面 这里面就是要发送给后端服务的数据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message 对应的值是一个字符串 ola 再去试一下 点一下小程序上面这个按钮 小程序会用wxrequest这个接口 发出一个post类型的请求 请求的地址就是我们的后端服务的接口 请求里面会带着这个数据 就是这个message对应的值就是ola 我们的后端服务的接口会收到请求 这个接口做的事就是去把这个数据log到了控制台上